Hello 大家好 我有一位粉丝朋友给我投稿 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 也感触很深 接下来我由第一人称为大家讲解一下 请大家听完以后帮我这位粉丝朋友看看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 我叫思琪 今年30岁了 我和我老公已经结婚6年了 我们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儿子 儿子已经5岁了 我这个儿子呢平时很调皮 被他爷爷奶奶给宠坏了 一点都不怕我 但是我儿子呢非常的黏我 我去哪里呀他都要跟着 前几天呢我的初中同学啊群 里面有个班长说要搞一场同学聚会 说是大家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就在一起了 让有时间参加的同学呢在群里报名 然后陆陆续续的就有很多同学报名了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 再看到以前几个和我玩得比较好的同学呢都报名了 我呢也是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们了 突然发现自己啊挺想念他们的 所以我也就跟着报名了 聚会的时间呢定在上周末 地点呢就定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酒店 那天正好我老公要上班 本来我想着把我儿子送过去 他爷爷奶奶那里的 但是我儿子呀说什么都不肯 非要跟着我一起去 不然就哭就闹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儿子一带过去了 我带着我儿子赶到机会的酒店时 他们都已经到了 我是最后一个到场的 同学们看到我来了之后呢 都很磕头地给我打招呼 还有一个劲夸我儿子又可爱又帅 我看到以前和我玩得比较好的几个同学呢 都已经坐在餐桌前了 旁边呢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玩 我就让我的儿子啊和那些小朋友一起去玩去了 我自己呢就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了 我和我同学呢聊得正起劲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碗摔碎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我儿子把餐具上的碗给打碎了 这时呢同学们都一轮纷纷看着我 我赶紧让服务员进来 把短生的碗给收拾了一下 以免伤到孩子 刚过了一会儿就传来了小孩子的哭声 只见我儿子把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小孩 按在地上打 我赶紧跑过去把我儿子拉开 接着把地上当小朋友给抱起来了 这时小孩子的妈妈也过来了 我对我儿子说道 你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打人 我儿子理直气壮地说 是他要和我抢玩具的 我接着对我儿子说道 这个玩具呀是大家的 他要想要你就给他 你不可以打人 如果你再这样我就把你带回家 这时那我孩子的妈妈开出口说道 没事没事 小孩子在一块打打闹闹是很正常的 你就不要责归你的儿子了 我接着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 我带我儿子向你们道歉 那么孩子的妈妈继续说道 道什么歉呀 小孩子玩皮是很正常的 我们过去那边坐吧 说完我们几个宝妈呢 又坐下来了 后来大家又聊了一会儿天之后 服务员便陆陆陆续续地开始上菜了 我把我儿子呢拉过来 在我身边坐下 免得他再调皮捣蛋 菜上桌以后呢 我儿子便拿着筷子夹了一块肉 放在嘴里吃了一下 然后他又把那块肉从嘴里面夹了出来 放到菜牌子里面 嘴里说道 这是什么肉 味道怪怪的 好难吃啊 我赶紧把那一块牛肉夹过来我的碗里 我很严肃地对我儿子说道 你吃东西 你看嘴哪一块 你就夹哪一块 如果你不吃 你就放到自己的碗里 不可以再把它夹回去菜盘子里 我儿子听见我这么一说 老实一点了 这时候呢 有一位同学突然开口说道 小孩子不懂事 你就不要训他了 随他去吧 他自己想吃什么 他夹过来自己吃就好了 我当时就觉得很尴尬 我儿子老是调皮捣蛋 真的是后悔带他一块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呢 服务员接着又上了一盘水煮虾 我儿子呢 他最喜欢吃虾了 于是呢 转动得太快 不小心把一位男同学的红酒杯给弄倒了 一杯红酒呢 正好倒在了那位同学的手机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下闯祸了 我赶紧跑过去 把那位同学的手机拿起来 用纸巾呀 给他擦干净 嘴里说道 对不起对不起 你看一下你的手机坏了没有 如果坏了 我一会儿就拿过去给你修好 同学接过去手机看 很客气地说道 没关系没关系 小孩子又不是故意的 我这个手机质量很好的 可以防水 我除了满脸的尴尬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等我回头看我儿子的时候 他已经自己栽包虾吃了 他把那一整盘虾 都拿过来自己的面前 我总觉得同学们看我儿子的眼光怪怪的 但是他们的表现又非常的客气 过了一会儿 我儿子说他吃饱了 我就让他在我凳子后面玩 我刚和同学聊没几句 突然就听到有一位同学大喊 原来是我儿子呀 把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了 偷偷地塞到了那位同学的口袋里 他被吓了一大跳 好在他只是大喊了一声 并没有责骂我的儿子 估计也是顾及我的面子吧 大家久足饭饱之后呢 便各自回家了 我带着我儿子回家以后啊 我想起我儿子今天的种种行为 我总觉得心已过意不去 我想来想去呢 还是决定在同学群里面 发个消息 给大家道个歉 没想到 我打开微信群 却发现 我自己已经被踢出同学群了 我当时就懵了 这也太奇怪了嘛 怎么好端端的 我就被踢出同学群了呢 我赶紧发消息 给我玩得好那几个同学 没想到 他竟然把我给拉黑了 我接着又发消息 给另外两位同学 没想到 他们也把我给拉黑了 我越想越的不对劲 于是我便用我妈的手机 给班长打了电话 我问班长 怎么好端端的 会被踢出群了呢 班长和我说 我们聚完会 你前早一走 同学都给我打电话 要求我必须把你踢出群 而且还说 以后有同学机会 不让你参加了 我接着问班长 这是为什么呀 班长说 同学们都说好的机会 为你儿子呀 搞得乌烟瘴气 弄得大家呀 都很不开心 说你儿子缺少教养 说完 他便把电话给挂掉了 我真的是被气得火冒三丈 机会呀 机会 我真是被气得火冒三丈 机会时 大家都那么客客气气的 感情是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啊 再说我儿子 不就是调皮一点吧 他们竟然说我儿子 缺少教养 这不是拐弯着 在骂我吗 骂这些人 也是够虚伪的 我实在想不通 难道就以为我儿子 调皮一点 他们就把我踢出群了 他们的度量 是不是太小了 难道他们家的孩子 都不是调皮的吗 以上就是四起上个周末 增加同学机会的亲身经历 他觉得他儿子呀 只是调皮了一点 做法呢 并不过分 四起反而觉得 他的同学们 没有度量 太小气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呀 四起要负主要责任的 他儿子那么调皮 确实是做父母的 没有教育好 本来小孩子都挺可爱的 但是如果调皮过了头 那确实是挺讨人厌的 父母不严格教育自己的孩子 以后啊 只会害了自己的孩子 四起的同学肯定也认为四起 没有教育好孩子 认为四起也是一个 品德有问题的人 所以才会把四起拉黑 大家觉得 四起被踢出同学群冤不冤 四起的同学 选择把四起拉黑 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如果你们是四起的同学 你们会不会拉黑四起呢 对于这件事情呀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去留言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